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保协副会长 美匠 我是代表香港人寿保险从业园协会 就新一轮抗疫基金支援保险业的情况下 举行今次的新闻发布会 我身边就是保协会长 谢立义先生 Stanley 你好 大家好 在最近新一轮推出的抗疫政策 包括最近收紧的二人限聚等 严重影响保险业的生计 众所周知 大部分的保险中介人都没有底薪 收入都是以佣金为主 因此现在的保险业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痰瘟的状态 几乎丢失所有的活动量 新生意的业务和收入 在2019年未发生疫情之前 保险业新制造的业务 是达到港币1700多亿的 而在2022年之后 就有非常显著的下跌 另外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封关 内地访港的业务相比在疫情之前 是下跌了99% 基于以上的数据 我们连日是约会了保监 保联 甚至是立法局保险界的议员 商讨舒缓的措施 以及有以下的诉求 那我不如将这个时间交给Stanley 多谢你May 其实一直以来 由疫情爆发这两年 在保险业 并没有特别得到政府任何的资助 但是这次这波疫情的话 是有点不同 刚才May所说的理由 以及我们相信这个疫情 还有机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我代表我们的会员和同业 是希望可以在今次新一轮的抗疫基金6.0里面 向所有的合资格的保险从业员 发放一次性的一万元的现金之就 那政府是其实可以参照 之前政府资助自雇人士 用强积金的方案 是发出一万元的现金支援 给保险业的所有中介人 另外一方面 对于一些新入职保险业的 少于一年的新的从业员的话 我们亦都希望今次的抗疫基金 是可以包围到这些新入职的同事 因为他们可能由于少于一年的年资 所以并未设立个人的强积金户口 那我们希望今次的抗疫基金 政府亦都可以额外是开绿灯 去包括了这一班的新同事 虽然面对疫情 但是我们一班的保险的从业员 都是希望自力更新的 以下我亦都呼吁 政府有关部门 包括了我们的监管机构 能够在几方面 可以去做一些政策上的放宽 以及来说 扩大一些临时的特别的措施 是令到我们保险业 是可以自身发愤的 看看可不可以去做到自己 救回自己 例如第一件事是 我们希望要求监管当局 可以扩大 现在利用遥拒投保 或者我们简称一些网上投保 非接触式的 不需要回面的一些投保方案 扩大包括了在产品的内容 现时来说 可以用到我们叫遥拒投保的产品的话 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在 我们希望监管当局 可以适时尽量将涵盖的范围 是扩阔 可以扩阔到一些有储蓄性的产品 个人的受险产品 危险产品 甚至是一些个人的人生意外产品 另外一方面的话 透过可能一些的特别的行政安排 譬如我们用一些的 豁免了一些现有客户的F&A的财务的要求 以及接受以一个确认的电话 覆核去为客户完成投保的程序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 当局可以进一步 考虑我们的诉求 令到我们的同业 是多一些的相机 可以容易一些去做生意 除此之外的话 有一些其他的措施 也都是便利一些想入职 我们保险业的朋友 包括了一些牌照的考试 我们希望监管当局 都可以设立一些 遥拒所有的一些有志 加入保险业的人士 他甚至也都可以在网上安助家中 就可以考到这个的 入职的牌照的考试 除此之外 也都希望呢 在未来九月份的一些 我们叫做Dim License 就是现有的中介人 那个逐牌的期限来说 由于疫情关系呢 我们也都希望 当局可以特别考虑 放宽多六个月的一个时限 以上种种的一些方案呢 我们除了向监管机构 保险公司的 香港保险联会 特别我们都向 立法会的一些的议员呢 是去反映 那这里呢 我们特别要多谢 我们立法会里面 保险界的议员 陈建波议员 和陈佩良议员 那两位的议员呢 都是表达他们极力 是支持我们本会的一些的诉求 和呢 亦都会积极呢 向政府反映呢 是帮我们 争取我们应有的诉求 那这里我们多谢他先 是的阿May啊 除了我们 希望对政府 和监管当局 提出我们的诉求之外呢 我们本会保协呢 亦都为我们的会员 和我们的同业呢 提供一些额外支援呢 是的 另外呢 我都想提提各位会员 和同业 保协和保协慈善基金呢 早已呢 在疫情初的时候呢 成立了支援抗疫基金的 如果不幸是确诊的话呢 只要你是保险从业员 无论你是前线或者后勤 都可以获得一笔过的 港币五千元的现金援助的 如果你是保协的会员呢 更加是会有港币一万元的现金援助的 另外 保协也都知道呢 大部分的会员呢 正是很努力地搜罗着 新冠病毒的测试图状 有见及此呢 保协呢 已经呢 在会员部呢 積極地联络了一些供应商 很快呢 就会公布的详程了 那大家可以留意 我们的保协的Facebook 或者email 多谢阿May 保协呢 深深明白到 保险中介人现时的困境 我们会积极寻找更多 能够帮助业界的措施 希望和各位共渡难关 大家记得做好预防的措施 保协在这里祝大家 身体健康合家平安 欢迎大家订阅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